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MateLab课堂 那今天是我们正式上课内容的第一堂 那今天要讲解的内容总共分成两个大分 一个是我们如何把MateLab当作计算机使用 在这个步骤,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还没有要去写一个MateLab程式 而是说把MateLab当作一个工程用的计算机 我怎么样用MateLab去做计算 那如果要知道MateLab怎么样做计算 做时数的运算,那OK 但是如果我要用MateLab当作一个矩阵 一个matrix或一个向量vector 它的运算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处理 这时候就会牵扯到array operation 那如何去输入一个array array就是一个矩阵或是一个向量 那这个都称为一个array 所以今天我们最主要要介绍给大家的内容 就包含这两个部分 好,那我们首先要第一次使用MateLab 我们就要知道MateLab它的视窗长什么样子 那在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投影片上面的这个萤幕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版本大概是2014年左右以后的MateLab 它的视窗画面会长这样子 我们一把MateLab打开 我会在最左边看到一个current folder 那这是里面的档案 那最重要的是中间这个comment window comment window就是我们下命令的地方 好,那在右边有一个workspace 这个是存放我们variable的地方 好,那我们稍后用到variable 这一堂课的比较后半部就会用到variable 好,然后再来 comment history 这个是我如果下comment 我的指令下下去以后 它会储存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history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 我们的MateLab的视窗会长什么样子 当我们把MateLab打开 大家就可以看到最左边 这边是我的current folder 我的current folder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部分 好,所以我的MateLab目前 它能够去读取档案的资料夹 它现在所在的资料夹 位置是在C,User,Young,Document,MateLab下面 好,那这边是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它所有的档案 好,那在中间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游标在闪烁的 这个地方就是我所谓的command window 就是我下指令的地方 什么叫下指令呢 比如说我打1加1 打1加1的时候 这1加1就会在command window那边显示 那我按enter 它就告诉我 1加1等于2 显示在这个地方 好,当我看到有1加1等于2以后 大家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workspace workspace 就是我储存我变数的地方 好,储存我变数的地方 好,那我把command history给 目前暂时没有显示出来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就是 去了解 去看到command history的话 可以从layout这个按钮按下去 然后 command history 我们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可以把它command history显示出来 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投影片 好,所以我们要把 maylab当 计算机使用 那使用的方法就是 command line 就是今天我们要使用maylab的方法 好,那从下一堂课开始 我们会教大家如何去撰写 script.m file 那不过今天我们就停留在这里 好,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maylab当作计算机 计算加减乘除 好,那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了解 我的加减乘除 使用的运算值 operators 是用哪一些符号 好,所以 这跟一般电脑常使用的方式 非常非常的像 那我有加号,减号,乘号,除号 还有一个次方号 好,次方号 好,次方号可能有的同学比较不熟 比如说2的三次方 我们会这样写 2,3 好,这是代表2的三次方的意思 好,那我们只要 把一个operation operation就是 我会有运算源 会有运算值 比如说2加1 好,那2跟这个1 这两个数值 他们是运算源 那这个加是运算值 就是operator 2加1 把这个字串 打到maylab的comment window 然后按enter 它就会把它算出来 好,那算出来 就跟我们刚才示范一样 比如说2加1 好,这就是 两个运算源加一个运算值 然后这时候我再按enter 按下去 好,maylab就会帮我把答案算出来 好,那算出来以后 它会display as answer 好,大家会看到 在这画面里面有一个ans 好,这个就是 啊,maylab 把它当作 哎,就是结果输出 好,在这个ans 这它其实是一个变数 我们稍微讲 在这个变数上面 好,那 啊,在做四者运算符号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规则 那当然 啊,我们是从左到右 好,那再来 我们的运算值 它有它的priority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我们先乘除后加减 好,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会先乘除后加减 好,那如果我要先加减后加减 怎么办 好,那我要用括号 好,比如说 2加1乘以3 好,这意思就是 我把2加1先做运算 所以我们括号刮起来 然后再把它运算结果再乘以3 好,这是括号 好,那再来 我的power 我的次方 它的priority是介于括号跟乘除之间 也就是说 2的3次方 除以2 好,它是算 先算2的3次方 再算除以2 好,那这个是它的优先顺序 好,那知道这些优先顺序以后 同学们就可以 开始做 我的四则运算 好,那 那在我们投影片的第五页的地方 有一些exercise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那exercise里面有什么题目 我先示范第一题 我先做第一题给大家看 那剩下的 再给大家练习 好,那在这一题里面 我要算的东西比较复杂 比刚刚我示范的2加1 1加1 还要复杂很多 好,那我要怎么样计算 这个东西 这是cos 括号 开根号 1加2加3加4 括号的3次方除以5 好,所以我要算 这个算式的时候 我要先记得一个原则 我要先把里面的数值 先打好 打好以后再慢慢往外打 那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写算式的时候 是先这样算 我在maylove打1加2 加3 加4 好,那它的三次方 那我就把它括号 三次方 我先把它写好 这写好了以后 再来这整个数值是要除以5的哦 除以5 这边有一个5嘛 要把它除以5 所以我在后面要写5 好,那除以5以后 这个数值再去算它cos 那你会问我说 诶,那我没有学过cos啊 cos我怎么知道是什么 在maylove里面的cos 就是cos 然后在外面再加个括号 好,这个就是第一题它的答案 好,所以我在打字的时候 诶,我的习惯 在我的习惯是 我先打里面这一块 这一块是最核心 最中心的那一块 然后再往前打 往后打 好,把它给完成 好,这样打字起来会比较方便 好,这样打字起来会比较方便 好,打字不方便 那就理解这个算式会比较方便 应该这样说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到maylove 来,呃 首先我们要先算 1加2加3加4 它的三次方 好,我们就会这样打 这样三次方结果 我们再把它除以5 好,就是中间开根号 好,中间的结果 好,我可能算是可能 我少了一个东西 啊,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少了这个 开根号的部分 所以它真正的算式是 1加2加3加4 它的三次方 除以5 然后还有开根号 开根号其实是什么 开根号是 0.5次方,对不对 好,我们知道就是 A的开根号 就是A的0.5次方 好,或者是A的2分之1 好,这都可以 好,外面再加一个cos 好,所以打出来会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我们来到 好,我来到maylove里面 好,那我们再继续 刚刚这个算式 好,所以我把它除以5以后 再来我要把它刮号 然后 0.5次方 也就是开根号 那外面再加一个cos 好,那前面用 刮号把它刮起来 好,这时候我按enter 它就会把答案给算出来 -0.005 好,这是我们第一小题它的答案 那同学或许会问说 诶,那我怎么会知道 我的cos它的function name 是什么 那我的sine function name 是什么 log function name 是什么 好,那或者是 这个1 这是exponential 它的function name 是什么 那其实学maylove 最重要的 并不是我们在课堂教你这些东西 而是你要怎么样去 google这些答案 譬如说 我们到 我好奇我这个 三角函数sine maylove指令是什么 我就在google上面 我打maylove sine 按enter 这时候 它会 跑出我的online help 在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位置 这个 搜寻到这个 就是我的sine function sine of argument in radians 好,这时候 maylove就教我们说 诶 我现在要使用sine 这个function 这方法要怎么用 要怎么用 sine后面括号 xx radians 它是radians 它不是degree 不是角度 OK 这样它就会把我的x 数值 的sine 数值算出来 然后储存到y 这样一个结果 OK 所以如果我要知道 我的三角函数 怎么办 三角函数有哪些function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画面最左边一个 tricognometry 我点下去 OK 所以这里面会显示 我有sine cos 那sine cos 还有其他 它的变形 比如说它的degrees 那我 我有 arxine arxcos 在这个地方 tangent cotangent cosecond 好 所以这是metlab 它的online help 那我比较喜欢用metlab online help 就是在 它的web page上面online help 因为这是它最新 最新 更新的结果 那如果我要在metlab 里面去看一个function 要怎么用的时候 那要怎么办 我可以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个 一个search 就方框框 这里面我如果打sine ok 那metlab会把 跟sine有关系的help 可以调出来 比如说 第一个function 这就是sine 好 我点进去 它会跟我说明sine里面的内容 那一样在最左边我会看到 跟sine有关 它的function有哪一些 我的三角函数有哪一些 ok 那第二个方式是 我在metlab的comment window 打help sine ok 好 这时候我按下去enter 以后 它会出现一些简短的文字 告诉我sine 它该怎么使用 ok 那一样这边有一个reference page for sign 你点进去以后 它会把我的help给打开 help给打开 好 那所以这些方式都是帮助你去找到 適合的function 它的help 它怎么使用 位置在哪里 ok 好 那知道了这些以后 那同学们请 我们回到page第五页 这边我们有一些 其他的计算的方式 那请同学这边练习 那你要记得 就是我的先后顺序 我的priority 先传除后加减 好 这些东西 这些原则 如果你知道该怎么算 这边就不是问题 好 请大家练习一下 好 请大家练习一下 好 那我们再run 第二个 给同学试试看 好 我们把3跟4 留给大家练习 所以第二个 第二个是sine 根号pi 好 根号pi 好 这个根号啊 它除了 括号 0.5次方 还有一个 是sqrt 好 这个指令也是开根号的意思 好 比如说sqrt4 它的结果就是4开根号 就会是2 OK 好 这个ln 是log log会比较容易搞混 我们log有很多种 log log 2 log 10 log 10 就是看它是以哪一个 为基底的 所以 比如说我们到MateLab里面 我们先看一下 log 这个help 我们到网页去看好了 到MateLab网页 来看一下log log log 檔案有哪一些 log 这是natural log 就是ln的意思 OK 所以 那但是如果我们要的不是 不是natural log 我们有哪一些其他log function 我们到 这个 log 这个网页它的最下面的地方 我们看到 这边有一个 c also c also 对不起 c also 这边有其他的log 是我们可以使用 比如说 log10 log2 这是以2为基底的 跟以10为基底 的log base10的一个log 这是log10 OK 好 那如果我们到log2 刚刚这个log2的地方 它是base2 的log 好 那我们要的log到底是哪一个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头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ln ln 在MateLab里面的指定就是log 就是log OK 好 所以这一行要怎么打 所以基本上蛮简单的 它这个加号把前后分开来 所以我们先看前面 前面就是sine 然后括号 它是根号pi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可以用pi pi就是 就是 这个pi OK 它的2分之一次方 0.5 5 这是前半部 这是前半部 加上后半部 后半部是什么 来 Naturelog 就是log 括号 里面是tangent tangent tangent 1 OK 好 这就是我的 在MateLab里面指令 好 所以我们到MateLab去 试一次 sin pi 它的0.5次方 加上 加上 TheNaturelog tangent 里面是1 好 这就是我的 数值结果 OK 好 所以我相信我们做了前两题的示范 后面对各位同学来说 就不是那么的困难 好 那这后面的两题就留给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slide第六页的地方 那我在这一页slide列出一些就是会经常被使用的数学它的function name 好 方式呢 比如说像 erithematic 加减乘除啊 trigonometry 三角函数啊 exponent logarism 对数跟指数啊 复数 complex number 这些我就把它列在这里 那同学有需要的话 就 你可以来这边 比如说你点击 这exponent 跟logarism 你点了以后 啊 基本上它会连接到啊 啊 maylab 这些function的网页 那你会看到 比如说exp 啊 这就是 我的对数 exponential 啊 那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同学有需要的话 好 你啊 可以回到 第六页这个网页 好 去看啊 去去看这些help它的内容 好 起码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啊 啊 方选它的名称 name是什么的时候 好 你来这个网页 你可以去看一下 去找到他 好 接下来啊 我们往下面走 啊 那再来 embedded functions embedded functions 啊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啊 我们刚才其实在上一页 做计算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啊 我要算一个东西 啊 比如说 1加2 加3 加4 它的三次方 OK 然后除以5 开根号 的cos 那我这个数值 如果要打起来 它非常的长 那我用的方式是 我就从里面打到外面 1加2 加3 加4 它的三次方 OK 然后除以5 再 开根号 然后再把cos 放在外面 那这会 呃 这样的方式会有缺点 就是 我如果 呃 打的 呃 时候 我没有追踪的好 我的 paranesis 一些括号的地方 它就会 呃 就 就 你不知道你打到哪一个去了 好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式 就是说 如果我假设我先算中间这一块 然后我把这个中间这一块 就儲存在一个variable 变数 一个变数 的地方 儲存变数以后 再来我再利用变数 去做计算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左边这个example 比如说我如果要算sinecospi 那我是不是先可以把cospi先算出来 然后把它儲存在一个变数 假设这个变数叫ans 然后再来我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就是把sineans 给打出来 这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一样哦 上面这个sinecospi给算出来 好 所以它就是下面这种两阶段的方式 第一个阶段就是 就是cospi 把中间这个地方先算出来 好 那再来 第二个阶段就是 我们刚才讲外面这个sine 然后把里面 你儲存的那个变数啊 放在sine里面 sine的括号里面 好 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样两阶段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好 哪一个方式比较好 我们讲说这是a方式 这是b方式 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它各有它的优缺点 好 就是看 你比较喜欢用哪一个 但当比较复杂 但当比较复杂 你算这个东西 像我们右边这个example 很复杂的时候 这时候我倾向使用b这个方式 b这个方式 因为你embedded 在里面的时候 这个方式叫embedded embedded在里面的时候 它稍微复杂了一点 好 那如果我要用第二个方式 我就要去介绍variable这个东西 变数这个东西 好 variable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用来暂时储存 可能我计算某个状态的一个数值 好我们就是要变数 那maylab 我每一次做计算啊 好 比如说我打cos pi maylab 如果是会告诉我 ans cos pi 等于多少某个数值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maylab 我如果在maylab里面打cos pi 好 按enter以后 他就会打ans 等于-1 cos pi 数值等于-1 所以maylab 其实是把这个计算出的结果 就储存在ans 这个变数里面 好 那ans这个变数 他的数值就是-1 所以大家会看到 ans-1 他的数值是-1 这ans 就会出现在我的workspace 在这个地方 然后 数值-1 maylab就告诉我这个 好 那如果我要算sinecospi 对不对 那我就是把sine 关号ans 因为ans已经是cospi 已经算好了 在那个地方嘛 我就把它放在sine的括号里面 然后按enter 这个结果-0.8415 -0.8415 好 就是我要的值 好 那或许你会问说 啊 这样到底跟我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把它embedded在一起 一不一样 好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就打sinecospi 看他结果是不是一样是-0.8415 好 一样结果是-0.8415 好 所以不管你计算了这个这个中间有没有用variable 其他结果应该都是要一样才对 也就是A方法跟B方法 结果要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啊 这样的一个方式 embedded方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开来 那 重点就是我要介绍变数这个东西 好 那我相信 啊 来学MateLab的大家 可能有一些 啊 同学都已经知道 我程式语言要怎么写 但有一些可能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 啊 variable 就变数这个观念 好 在MateLab我要使用变数 它不像其他的程式语言 有些程式语言 大部分 都需要宣告 这个变数是什么 好 MateLab其实不用宣告 所谓宣告就是说 我要告诉你 这个变数它的形态 它是一个 Integer 还是它是一个Double 还是它是一个Character 但是MateLab里面没有这样 的方式 它直接就是 譬如说我要宣告一个变数 叫做A 在A的数值等于10 我只要在Command Window里面 这样打A等于10 打这个 它就会告诉我A等于10 那A就是一个变数 在我的Workspace里面 就会出现一个A这样的变数 然后 数字是 告诉你是多少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在MateLab里面 打A等于10 OK 好 我按Enter MateLab就告诉我A等于10 好 A等于10以后 再来MateLab也在Workspace里面显示出 现在有一个Variable 它叫做A 它的数值是10 数值是10 这样的一个变数 好 那 再来 好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去 呃 去指定一个变数数值的方法 其实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 A等于10 它可以Work 对不对 但10等于A 可不可以Work 好 比如说我们在MateLab的Command Window 打10等于A 这样A 会有一个变数叫A 然后它等于10吗 好 那答案是不会 答案是不会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到底 会不会 来我们到MateLab 打10 等于A 哦 那直接MateLab告诉我们 Expression of left equal sign sign is not a valid target for an assignment 好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个equal sign 左边这个数字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呃 正常的target 也就是说 在 变数的指定方面 好 我的变数一定要在左边 left hand side 就是一个equal sign the left hand side 哦 那我的数值一定要在right hand side 好 这一定是要这样子 你不能把左右给交换 左右给交换 它不会work 好 那再来还要注意一个 这个equal sign 是什么意思 这equal sign 其实并不是equal的意思 他是assign assignment 它是一个指定 也就是说 我把A等于10 意思是说 我把10这个数值 指定给A这个变数 指定给A这个变数 那 呃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依照这个逻辑啊 你打10等于A 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A这个变数指定给10 这逻辑不通吗 我不能把一个变数指定给一个十数啊 这十数永远不会等于这个变数 因为十数十是固定的 他是不会改变 所以这是不行的 你一定是在我的left hand side 是一个变数 right hand side 他可以是一个变数 也可以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10 你可以打A等于B 没有问题 这是把B指定给A 但是你这个B 已经要在我的workspace 在我的记忆体里面了 这个才会work 那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知道这些以后 那我问大家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的upper case lowercase 他会不会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指定一个变数叫大A 我指定一个变数叫小A 这个大A跟这个小A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好 或许你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到MATLAB里面去试试看啊 你就下这两行指定 大A等于10 小A等于20 好 然后看他这大A跟小A 是不是同时都在workspace里面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再来下一个问题 A 我的变数开始能不能是一个数字 譬如说我有一个变数叫做2A 我打2A等于10 这样可以吗 但是如果我的变数 前面不是数字 是一个英文字母 后面是数字 这样可不可以 哪一个可以 哪一个不可以 好 那你会发现 来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大小写有差 大的A跟小的A 它是不一样的变数 第二个是 我的变数开头 不可以是数字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的变数开头 里面可以有数字 这是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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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刚才提到 我的变数我是不用宣告的 那不用宣告 对有学过程式语言的大家 你会觉得非常confusing 那我这个变数到底它的 它是什么种类 它type是什么 它是double 它是single 它是integer 还是character 好 那基本上 当一个变数 在maylab 如果就是 我不宣告 但是我使用它的时候 它的default type 它就是double 好 那我们在maylab里面 变数形态有很多很多种 如同大家在这一页看到 Logical character Numeric cell structure function handler 好 那我们今天 今天会 只用double 好 Numerical中的double 这一块 OK 那我们在其他的课堂会 讲解其他的变数形态 好 好那我刚才说它是 double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double 好 我们来到maylab 看一下 我刚才 宣告 不是 刚才使用a等于10 这个变数 当我按下去a等于10的时候 好 大家会看到这边有一个a a的变数在workspace 那我对这个a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以后 它会pop up一个window variable window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a 它的数值等于10 它是一个1乘以1的double 1乘以1就是 它是一个real number的意思 它的形态是double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到这个a 它的形态是什么 或者是它有什么property 我们在maylab里面打who 你打who的时候 maylab会告诉我说 我们的variable有哪一些 有一个叫做a 在这里面 有一个叫ans 在这里面 好 那这时候我看不到它的形态内容 但如果我打who 按enter的时候 maylab会给我多一点资讯 比如说我这个class 这variable.class 其实是double 好 这两个都是double a是double ans也是double 好 那一个double variable 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它是一个 64bit的一个储存位置 里面可以储存floating point 就是我们服务点运算的一些数值 所以基本上它你可以这样说 就是够精准的去储存一个有小数的数 你就用double去做储存 就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要用其他的变数形态的时候 我们稍后会降 我们稍后会降 好 那我们回到maylab来 对不起回到头影片来 所以我们讲完这个变数了以后 再来下一步是 那所有的数值 所有的名称都可以当作变数吗 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一个关键字 叫做ans 对不对 大家记得ans是什么吗 ans是我算出来的answer 好 比如说我算1加2 在maylab里面 我打1加2 enter它就告诉我ans等于3 这个东西 它是maylab 被maylab使用的一个变数啊 你就不能够去用它 像这样的字 我们叫做keyword 关键字 keyword keyword 除了ans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 比如说ij 这是我的负数 这是我的负数 complex number 我要用虚数计算的时候 用ij 好 那infinity 无限大 inf这是一个变数啊 被maylab使用了一个变数 什么时候我们用infinity这个变数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当你执行这一行 结果会是什么 好我们看x等于1 除以0 来到maylab x等于1 除以0 x它结果是inf infinity x不是一个数哦 它是一个infinity 是一个无限大数 因为无限大这个数它不是数嘛 哦 就数学来说 好 那 所以像这个inf这个字啊 其实它也是被maylab用掉的一个keyword 你就不要去用它哦 还有什么是keyword eps eps 很小很小的数 这个数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们称它为eps 好 然后nan not a number 它不是一个数值 哦 什么样状况它不是一个数值 我们先看看右边这个 啊 x等于inf 除以inf 好 无限大 除以无限大 等一下我们回来看一下 所以 数学上面 定义这样哦 就是 今天假设x 它是一个 无限大 除以无限大的数 这个东西是什么 undefined 它没有被定 定义的 像这样的一个数 哦 就会出现 not a number 譬如说我现在打一个 x等于inf 除以inf 好 它出来结果会是 not a number 哦 这个nan not a number 也是被maylab给保留的一个字 也是一个keyword 哦 所以我们不能去使用它 哦 然后还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pi pi这个数也是被保留的字 ok 那 我怎么会知道就是说哪一些 啊 字是keyword 我不应该把它拿来当做一个变数 一个variable 这时候大家可以打一下 iskeyword 我在maylab打一下 iskeyword 你会看到哦 有很多很多字 哦 它被当作keyword来使用 哦 那些数 这些字 我就不能 啊 不要把它拿来当做我的变数 不然 你会混乱 好 会混乱 好 什么叫会混乱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example 也就是说 我如果已经把 一个 啊 被maylab 啊 已经它已经内建好的 比如 比如说是变数啊 是function 是keyword 拿来当作我的variable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我们先看右边这个例子 好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要去算cos8 这cos8 这个数值在这里 好 那cos8 这个 三角函数 它的数值是多少 好 我们知道cos 它一定 介于 1跟-1之间 好 但是我们在cos8的前面 哦 又写另外一行程式嘛 好 这程式嘛是cos等于一个引号 thisStream 好 据点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是 我其实是把这个thisStream 这个字串啊 指定给前面这个叫cos的一个变数 一个变数 所以这cos本来是一个function啊 它本来是一个 function 那现在我把这个thisStream指定到cos 这cos就变成一个variable 那这cos8就不是不是function 它是variable的第八个位置 这个variable有很多位置嘛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现在看一下 我们的位置有 这是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三四五六七八 第八个位置 所以这cos8就变成说 我去找这个variable 找到它第八个位置 把它找出来 然后显示它的数值 就不是原来cos8这个function 它在做的事情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程式码它执行是怎么样 我把这个copy到maylab里面来 我的cos8 cos8就变成r 对不对 r就是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debugCharacter ok 那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不当使用变数 不当去取变数名称的一个example 我本来这cos是一个variable 对不起 是一个function cos 原来是一个function 三角函数的function 但是我把它变成一个变数 以后 这个变数它的priority 它会比 它会比 building function还要高 所以我会盖过它 我现在去找cos8 的时候 我会先去看 我是不是有一个variable 是这个variable 以后 再来就是 我就去处理 有关这个variable 就是利用这个variable的 咨询去处理 我现在要求的指令是什么 我就不会去看building function 我举个比较口语的例子 比如说 我的名字叫郭艳甫 好 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明星 他也叫郭艳甫 好 所以当你今天去google 郭艳甫的时候 出来的资讯 大部分都是这个明星他的资讯 好 不会是我的资讯 所以表示 这个是我的明星郭艳甫 他的priority 比我这个老师的郭艳甫 来的高 所以你去google他 你去找 他一定会去找 一些明星相关所有的资讯 不会找到我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当你把一个 一个function 好 相同名称 对不起 把一个function他的名称 拿去当做一个 variable的时候 好 你最后去处理 就变成那个variable 就不会是 他就不是一个building function 那这个写程式常会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最高的指导原则 在这上面就是 你不要用building function的名称 不要用keyword 去当做你的一个variable name 好 或者是 keyword 如果你做这件事情 那就会遇到像这样的问题 会很麻烦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当我们刚刚宣告了一个cos 它是一个字串的时候 你会看到在 我的workspace里面 就真的多了一个cos variable 在那边有没有 那这cos variable 是一个stream stream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character 所以 同学们会看到是 this string 具点 在这个地方 ok 那 遇到这个问题 你当你workspace 有一个variable 它跟你building function 一样的时候 那 maylab就会优先去处理 去使用这个variable的资讯去处理 你接下来 好 问的所有的问题 好 那再来 所以我要怎么办 遇到这样状况 我怎么办 第一个就不要用 那用了要怎么办 就要把它从我的workspace消除 怎么样把一个variable 从我的workspace消除 我们有一个指令 叫clear cler cler 打下去 clearcos 后面接个cos 按下去enter以后 我的cos 就 就被从workspace被remove掉 被移除掉 好 clear clear 这个function 它是clear某个workspace的variable 那你用的时候要小心 你不要打clear 然后面不接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呢 把所有workspace里面的variable都消掉 比如说我按enter 我的workspace就被清空了 那 这个东西有一点危险 就是 你算了半天的东西 可能很辛苦算的东西 就 一下就被消掉 好 所以 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OK 好 所以这是metive calling priority 跟我们怎么样去清掉一个variable 好 接下来我们移动到 format的部分 那很抱歉 今天上课的东西 内容有点杂 那 这是一些metive的基础知识 就是 不知道这些在操作上面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把这部分给讲清楚 再来 再来 我们 要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或许 你有注意到 或许 你没注意到 我们刚才交了一个关键字叫pi 好 我们到metlab去 好 我们交了一个关键字叫pi 我打pi enter 出现是3.1416 好 那同学你知道pi有多长吗 pi很长 对不对 3.1415... 一直下去 好 那这么长的pi 为什么在metive只有 小数点以下4位而已呢 OK 所以 并不是pi只有那么短 在metive的记忆体里面 而是因为我们显示的时候 显示太长很麻烦 好 所以我们只显示到小数点以下第4位 那我要显示多一点怎么办 这时候我要使用一个指令 叫做format 这指令在这里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如果是default format 它format是short short就是 比如说3.1416 像这样的一个显示的格式 但如果想要多看一点 那我用format long 我就下一个指令 叫做format long 好 它就会变成一长串 的数值在这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在metive的comment window下 format long 好 按enter 然后我再按pi 好 那我就出现这个很长字串 对不对 所以同学会看到就是 我字串这么长 说真的 有时候在显示上面会有点不方便 OK 好 那我有没有其他的显示方法 有啊 我有 科学符号 scientific notation 这个e是科学符号 比如说short e long e 好 那后面会加这个小数点的位数 小数点的位数 小数点的位数 是有几位 就 比如说我在 metive底下 打format of long e 好 按enter 好 这时候我打pi 后面就有一个1加00 这个00的是10的n次方的意思 所以这边是10的0次方 好 10的0次方 好 还有什么notation呢 我们有bank bank就是 在 在美国 Map是一个美商软体公司研发出来 所以他们的 他们用到分啊 角啊 像这样的数值 比如说 10.99 这样两位数 后面我就不管他 像这样的方式叫做bank 然后有hex hex decimal 是16进位的意思 他可以把数值转成16进位 我们一般人不会去用他 然后还有rational rational 也是一个 蛮好 蛮重要的一个format 他可以把 我们的数值转成 呃 由理数 rational就是分数的意思 好 什么叫做转成由理数 我们来看一下 譬如说 我把一个数值 3除以13 我按enter 他算出来是 2.3076923 对不对 ok 这样一个数值 其实他是 一个approximation 就是3除以13 不是真的2.30769 他就是3除以13 这样一个数嘛 好 那如果我要显示 就是用分数方式显示 我只要打format 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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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的意思 我3除以13 哎 这结果他就会用3除以13 去做显示哦 好 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啊 如果你今天要用分数去显示 或表示 某一个数的时候 你的format 就是要用rational format 就是要Rational 好 知道了这些以后 有没有觉得 呃 看到MateLab相见很晚 就是假设你在国中 或国小 算分数的时候 就会用MateLab 那 基本上算这些数学 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好 好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第13页的地方 还有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就留给大家 今天我们要算 3除以13 4除以14 5除以15 当他是有理数的时候 我的结果到底是1234 其中哪一个 好 当我今天是小数的时候 结果是ABCD 其中哪一个 好 那你尝试用不同的format 那你就会看到不同的结果 好 所以这一题并不难 我就把这个练习 留给大家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移动 再来 呃 我们要讲一个东西 叫做 Same my column 分号 好 当我们在一个指令的后面 加个分号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分号就是 我不 不显示 运算结果 运算结果 像这样的 呃 结果显示在 manlab里面 那这其实有点烦 尤其当我们后面写程式 程式写的很长的时候 你每一行都算出一个结果 然后manlab就告诉你一个结果 那其实蛮烦的 所以我们就会在每一行后面加一个分号 哦 分号一加上去 他就不会把结果显示 出来 哦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呃 我们在manlab里面打 如果a等于10 按enter 他就打一个a等于10 这样的结果 哦 但如果打a等于10 分号 按enter 我a等于10 一样哦 是指定到这个变数里面 但是他的结果就 不会被显示出来 哦 这样我的画面会比较干净 好 那 呃 这边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说 如果我要去找出前面的一个指令 哦 我之前执行的什么 要把它找出来 我们按 方向键的上 这个键 他就把之前的指令 可以显示出来 他其实做的事情是把 我们的commit history里面的指令给调出来 哦 比如说大家可以按一下 我们键盘上面的方向键往上 你一直往上 他就会把之前的history commit history全部都调出来 那你往下他就把 下一个给调出来 好 所以你按往上越多 他越往前 history也就越早 好 往下越多 越往后 哦 所以这是一些小技巧 那另外还有一些小技巧 我们啊 刚有提过一些 好 那 比如说clear啊 如何把 我的workspace里面的variable 全部都删掉 或者删掉某一个 这个要特别小心使用 没用好了 就你辛苦计算结果就不见了 那我们有交过who 跟whose 这跟variable有关系 好 variable就是在workspace里面 好 workspace就是跟variable有关系 好 那再来跟我commit window有关系的 有一个叫clc 那clc是clear command window的意思 也就是我在commit window上面做计算 他会显示出结果 那有时候在上面其实有点乱 有点乱 我要想办法把它削掉 我就打clc 好 比如说我们到maylab里面这边 我打clc 按下去 他整个 啊 就是刚刚前面有的资料就消 全部都消除了 好 所以啊 这是另外一个 蛮好用的一个小技巧 好 讲到这边为止 基本上我们把maylab 当做一个计算机的部分讲完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移动到 我们的 啊 如果去指定就是去去输入一个 啊 vector 或 matrix 一个啊 向量 或者是一个矩阵 好的部分去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 课堂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我怎么样去 啊 输入一个 啊 array array 就是包含一个vector 就是我的向量 或 matrix 啊 矩阵 到maylab 里面来 那maylab 其实非常擅长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是矩阵跟向量的运算 那如果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做 矩阵跟向量 预算 第一点就是 我要学的就是 我怎么样去maylab 输入一个矩阵或向量 哦 矩阵跟向量 要输入以后 它才能运算嘛 哦 那输入实数很简单 比如说10啊 20啊 3.1415啊 这个数字我就直接打 但矩阵跟向量怎么输入呢 哦 所以我们来看 第16页的地方 我们看到就是 我要输入一个矩阵跟向量 哦 最重要就是 矩阵跟向量 基本上 都是使用中括号来输入的 哦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要输入一个 行矩阵 一个rowvector 好 里面数值是1234 我就把1234 用中括号刮起来 然后把它指定给a这个variable 所以你遇到中括号 基本上 MateLab你遇到中括号 你就想说它是一个矩阵或 呃 向量 它的一个指定 一个assignment 好 所以 来1234 像这样结果 那1跟2 2跟3 3跟4 中间都有space 就是有一个空格 空开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行指令 这个小a 等于1234 好 这样就变成一个rowvector 好 这样a就变成一个vector 来我们看看a 在我的 MateLab 会是什么样子 来小a 等于中括号1234 1234 中间就是有space空开来 好 然后按enter按下来 A就变成一个vector 好 那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rowvector 1234 它长横的 好 那 这个a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看这个a 我们在double click 里面你会看到 11这个位置是1 12这个位置是2 13这个位置是3 14这个位置是4 ok 所以是一个one by four 的double array double vector 好 ok 好 那 知道这个原则以后遇到中括号 它就是一个ray跟一个vector 那 但是如果我要的是column vector呢 比如说我要一个vector叫b b等于1234 好 那我怎么办 好 所以同学看这一行 我在1234 后面1后面加一个semicolumn 一个分号 这个意思就是换行的意思 好 所以你就想1 换行2 换行3 换行4 所以就变成1234 像这样一个column vector 好 column vector 好 一样我们到maylab 好 我们看到b 等于1 分号2 分号3 分号4 按enter 1234 就变成一个column vector 好 那 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 我要key in 一个vector 的时候 不管它是row vector 还是column vector 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key in OK 好 那 所以row vector 跟column vector 它的乘法 有它的规范在 所以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有学过 我们的row vector column vector 它的乘法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row vector 一二三四 乘一个column vector 一二三四 它的数值能有多少 row 乘以column 两个vector 好 这个a这个vector 乘以b这个vector 这是内积 所以就是1乘以1 加上2乘以2 加上3乘以3 加上4乘以4 好 这样的一个数值 好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row vector 对不起 一个column vector 可以乘以一个row vector 1234 这是v 1234 乘以a 1234 这叫outer product 这是外积 外积是这样 就1乘以1 在这里 1乘以2 放在这里 1乘以3 放在这里 1乘以4 放在这里 好 然后再来2乘以1 放在这里 2乘以2 放在这里 2乘以4 放在这里 3乘以1 3乘以2 3乘以3 乘以4 4 1 4 2 43 44 ok 所以这个 这个是inner product 这是outer product 那这个就是矩阵运算了 好 好 在maylab里面 这样就做到矩阵运算 我们来看看我们把a跟b a乘以b跟b乘以a的结果掉出来 我们到maylab里面 来 对不起 a乘以b 出来是一个数值 v乘以a 出来就是一个矩阵了 就外积 它就是一个矩阵 好 好 所以 我们刚才大概简介了 我怎么样去输入一个array 那array 相乘以后 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再来 我怎么样去输入一个 matrix 我怎么样输入一个matrix 那同学 那同学大家可以想 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输入一个roll vector 这个roll vector 中间 每个entry 中间是不是就是 用space把它隔开来 那如果我今天要换行 我是不是用semicolumn把它隔开来 那一个matrix里面 它的entry怎么样 它的entry roll里面 我如果用space隔开来 然后再用semicolumn 把roll跟roll之间隔开来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matrix 所以这A怎么输入呢 在matrix里面 我们要这样打 1 2 1 6 semicolumn 5 17 9 semicolumn 3 1 2 7 好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一个的结果 好 我就可以把A给输进去 好我们来试试看 A A这个变数 所以A 大A就变成1 2 1 6 semicolumn 5 7 9 semicolumn 3 1 2 7 按enter 我A这个数值 它就出现了 所以基本上一个矩阵的输入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同一个roll里面 的entry 就是每一个元素啊 都是用space隔开来 roll跟roll之间用semicolumn给隔开来 好 所以一个roll 打进去 用semicolumn 隔开来 再用再打另外一个roll 打进去 再把semicolumn 用semicolumn 把他隔开来 那再打一个roll进去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矩阵 它的结果 好 那 会输入矩阵以后 再来我们要知道 它的indexing 怎么使用 什么是indexing 一个矩阵 比如说这里面这些数值啊 我如果只要这个矩阵的某一个数值 我要怎么样去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 然后显示在我的画面上面 这叫indexing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今天要21这个数 21这个数值在哪里 21这个数值在哪里 我要怎么去呼叫它 indexing它用的方法是这样 我在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可能是一个矩阵 可能是一个向量 这个变数后面加个括号 就是表示说我要去找这个变数里面 某一个特定位置 它的entry 它的元素是什么 元素是什么 好 那这个方法 它有两种 这个方法它有两种 我们先看向量 向量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去看 来这个小A这个向量 1234 如果我要今天找到第三个 第三个 我要打A3 它就会把3显示出来 好 我们到mail看一下 好 我今天A 小A这个向量是1234 对不对 好 我要它第三个 entry 我就打A3 它就把这3显示出来 好 我们来看B B也是1234 我今天如果要显示它第四个 我就B4 我再把4给显示出来 好 但是当我们今天是一个矩阵的时候 我的A长这个样子啊 那我要显示21怎么办 它有两个方法 A方法比较 容易懂一点 B方法不直观 但是也蛮常用的 我们先看A方法 A方法 A方法意思就是 这个大A里面 我加一个 痘点 A方法是有加痘点 有加痘点的话 痘点前面就是我的row的位置 比如说21是在第几个row 它在第一个row row1 对不对 row1我这边就打1 然后再来第二个 痘点后面这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是column的位置 它是第几个column 123第二个column 所以A12出现的就是21 这是第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看A12 我们再把A矩阵调出来 大A矩阵 好 那我们现在是要21 这个数值 所以A的12 第一个row 第二个column 数值就是21 数值就是21 然后再我们来看看 这是第一个方法 这是第一个方法 所以 下面这边都是方法1 好 第二个方法是 A后面关号 关号这个数值 里面只有一个数 然后没有用分号分开来 没有用d号分开来 这个时候 它的顺序是这样 就是 A1 它是1 它是1这个数 A2 是5 这个数 A3 是31 这个数 A4 就是21 所以它的顺序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entry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entry 第七 第八 第九个entry 好 就这样一直下来 好 所以它是每一个column 每一个column 就是从第一个到第一 最后一个 好 这样一个一个数下 123 456789 这样的顺序 去显示它 所以 像这样的方法 在A的这个indexing 小括号里面 这个indexing就是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没有d号的情况之下 这个就是方法二的indexing 这是方法一的indexing 方法二的indexing就是看 这里面都没有d号 那里面只有一个数字 只有一个数字 或者是一组数字 用中括号刮起来 一组数字 方法二 好 那下面这边就有题目 问同学了 好 我不管用方法一跟方法二 我去做indexing 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 好 会是什么 那我们看看方法二 这个A8 A8是什么 来 12345678 好 A8就是9 好 所以大家在mainlab 打打看 A8是不是9 OK 那A括号 在中括号135 是什么意思 来 第一个 第三个 第五个entry 把它调出来 所以A135 出现结果就是13117 好 135就是13117 好 那1313是什么意思 1313 好 1313意思就是 我的第一个跟第三个 第一个跟第三个 第一个跟第三个 好 所以它就出现131131 这样一个矩阵 好 131131 因为13 因为13 这个13它就出现1跟31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 把 这样怎么办 我看看 我们把后面这一块 先把它遮住不看 好 假设我先把这边涂掉 好 我如果是A13 它出现结果是什么 13就是13 对不起 131 好 然后我如果把后面这个地方 又把它打开来 好 后面这边如果我又把它打开来 131 131就是A13 然后再A13 所以它就变了一个矩阵 131 131 像这样的一个矩阵 好 好 这有点复杂 但是同学要了解一下 我是怎么样做indexing OK 好 所以这是方法1 它的部分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A13 A13 这一行在MateApp里面执行的结果 好 它出现像这样一个2x2 的一个matrix 好 所以这个是方法1 来方法2 对不起 这是方法2 好 那我们来看方法1 方法1 A32 相对来讲就比较好理解 A32 第三个Raw跟第二个Column 它数值是哪一个 来第三个Raw 1 2 3 第三个Raw 第二个Column 它数值出来就是2 这个2 好 所以这个我想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看看它是怎么运作 这个比较难一点 这我要讲一下 A13 A13 这是什么意思呢 A13 A13 好 这个A13 前面 它是Raw 后面 它是Column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A13 A13 就是第一个Raw 第三个Raw 第一个Raw 跟第三个Raw 对不对 好 然后这A31 是Column 第一个Column 第一个Column 第三个Column 所以我们把第一个Raw 第三个Raw 圈起来 然后再来我们画 第一个Column 第三个Column 第三个Column 我们把这个Column 给圈起来 第一个Column 第三个Column 好 我的Raw是红色的 这一块 这两块 对不对 我的Column是蓝色的 这两块Column 你得到了会是什么东西啊 它会得到什么 来 它们的交集 所以交集 这边有一个1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31 这边有一个6 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7 对不对 它得到是这样的一个矩阵 这就更复杂了一点 所以说A13 A13 它得到 是这样的一个矩阵 1 6 31 7 这个矩阵 这比较难一点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ArrayIndexing 那为什么我在这边要 这么强调ArrayIndexing 因为ArrayIndexing 在我们后面写层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 这个地方没有搞清楚的话 后面常会 你会看不懂程式码 或者是 你比较难去写出这个程式码 所以 这边要花多一点时间练习一下 好 同学如果知道怎么做了以后 再来我们到slide第18页 18页的地方说明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取代 应该说一个小练习 让大家去取代 某个Entry 它某一个位置 它数值要是多少 譬如说 A这个矩阵 A这个矩阵 我们现在要把 1 2 21这个位置 把它取代成76 这样怎么办 好 其实用的方式就是这样 A就是第一个Row 第二个Color 这个位置 它本来等于21 对不对 我现在把76 指定到这个位置里面去 好 指定进去了以后 这数值就变76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MateLab里面 我本来A矩阵是这样子 那A的第一个Row 第二个Color 对不起 12 这个数值 我现在要指定成76 我按Enter 这个位置 它就变76 好 基本上我们要做的 就是这件事情 那这个地方 就让大家练习一下 就把这个A矩阵 换成这个矩阵 再换成这个矩阵 OK 好 那怎么把这个矩阵 变成这个矩阵 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讲 等一下回来讲 这个要用Column Operator 好 所以第18页 请大家练习到 到这个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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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 第19页的地方了 好 第19页叫做Column Operator 或Column Operation 这是在做什么 好 假设 同学们 如果今天 我要你输入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很长 它是 A等于 1 2 3 4 一直到100 哇 那你不是打到手累死 对不对 OK 那这么长的矩阵 好 我们在MateLab里面有一个偷懒的方法 叫Column Operator Column Operator Column Operator 来什么是Column Column是 Column有很多意思 那个这个 分号 对不起 分号就叫Column 你的大长也叫Column 你的大长也叫Column 那我们讲Column Operator 就是讲这个分号的Operator Column Operator 是用来做等差级数的宣告的创立 什么意思呢 像这种A等于1 2 3 一直到100 这样的数值 其实你只要打A等于1 1到100 1到100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 A等于变成12345678 一直到100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 A 我现在A建立一个A这个Vector 在Vector 它的第一个Entry是1 那最后一个 这是First 最后一个是100 那我的等差 等于1 等差等于1 那这样就会建立 这样的一个数列 就会建立这样的一个数列 好 那你问候学问说 那我等差不要是1的时候 我要是2 那怎么办 如果你等差要是2的话 那假设我要建立一个V这样一个数列 它等于1 3 5 一直到99 那你在MateLab里面打的指定就是 V等于1 我的等差是2 然后 然后 第一个数值 是1 最后一个 是 99 好 就打V等1 冒号2 冒号99 1到2到99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用起来非常的快速 你就省力很多时间 比如说我们那边打一个小A这个矩阵 1到100 好 按Enter 按下去 就是他从1到100就直接帮你设定好 那如果我要等差是2 那V等于1到2到99 OK 按下去就是13579 那数值都在A跟B 这个这两个Vector里面 所以你double click 比如说A 你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数 double clickB 好 13579 就在这里面 好 所以这叫Carden Carden operator 非常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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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所以 这个是他符号的表示 好 那我下面这边 有 有两个小练习 V V等于1到5 那你V会等于什么 就是12345 这样一个Row Vector 对不对 V等于1 冒号2 冒号5 就是1 3 5 OK 好 那我Carden operator 我可以把它混在一起用 就是变成 我在宣告一个 一个Vector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Row 放Carden operator 第二个Row 放另外一个Carden operator 第三个Row 放另外一个Carden operator 我也可以分开来这样用 那Carden operator 也可以跟我的String混在一起用 所以非常的Powerful 非常的Powerful 非常的Powerful 好 那 希望到这边Carden operator 大家 会感觉比较了解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 接下来几个礼拜的时间 会常常用到Carden operator 那讲完Carden operator 我们回去前面第18页 第18页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A矩阵 A矩阵 如果 我把它变成这个矩阵 把它变成这个矩阵 我想 对大家来讲都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比较困难的是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矩阵的第三个Row 第三个Row 把它给杠掉 第三个Row 杠掉 A的第三个Row 是什么东西 A的第三个Row 通常我们写 A 来 1 2 3 这是A的第三个Row 后面为什么放Carden operator 你想Carden operator 就是全部的意思 所以A3 豆点 Carden operator 就是它第三个Row的全部 我们来看看 它的 效果是怎么样 来我们再把A CLC 对不起 把画面清掉 把A调出来 A是长这个样子 它的第三个Row 是3 1 2 7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A 第三个Row Carden operator 就是全部的意思 按Enter下去 就变3 1 2 7 3 1 2 7 OK 好 所以这个Carden operator 也可以做Indexing Indexing 就代表全部的意思 好 如果我要把第三个Row 全部杠掉 那怎么办 所以就是A 3 豆点 Carden operator 然后 放一个空的中刮户 空的中刮户 就是Empty 的一个Vector 或Matrix 这按下去以后 第三个Row的地方 就变成Empty 就是3 1 2 7 这个Row 它就变Empty Empty 我的A 就只剩下 两个Row 在里面 所以A的第三个Row 就不见了 那这个是第18页 这个地方 的练习 怎么样把它变成这样 怎么样把它变成这样 OK 那它是利用 空的 Bracket 就是中刮户 去Delete 整个Row 或整个Column 好 那下面我们要讲到 Array Concagnation 这个东西 不会太难 但一样有点杂 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 Matrix 叫做1234 那有另外一个Matrix 我叫做9999 这两个Matrix 如果把它变成A B 大家记得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学什么高斯消去法 然后有一个增广矩 叫Augmented Matrix 对不对 我把A跟B放在一起 变成一个矩阵 那假设这个矩阵叫做F 好了 在F矩阵要怎么放 基本上你就是宣告A 宣告B 然后F等于AB OK OK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假设我的A叫1234 A这个 A这个矩阵叫做1234 然后B这个矩阵叫做9999 好 那我这F矩阵 我如果把AB 用一个中刮号刮起来 大家记得中刮号是什么 中刮号其实就是 我要来宣告矩阵或向量 那我把数字放在一起 把它刮在一起 它就是属于同一个矩阵或同一个向量 的这样的一个operator 所以A跟B放在一起 那是把A跟B放在一起 变成一个新的矩阵的意思 F等于AB 中间隔一个space 然后用中刮号刮起来 他就把A跟B加在一起 变成一个增广矩阵 好 那如果A跟B中间 如果不是用space 而是用 semicolon 放在一起 它是什么样子 好 A semicolonB 它会是什么样子 同学试试看 好 这边留给大家练习一下 好 大家记得试试看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移动 下一个单元 我们要讲的是 ArrayMultipulation 好 也就是说 矩阵跟向量 它的四维运算 那 所以时数的四维运算 我想大家非常熟悉 矩阵跟向量的四维运算 会牵扯到一点点 我们在工程数学里面讲 linear algebra这个部分 那所以它跟 就是说一般的数学数值 real number的四维运算有点不一样 那如果是这方面比较不熟悉的同学 可能要先看一下数学课本 那你才能了解它的定义是什么 那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 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些矩阵 它的四维运算 是怎么做计算 OK 加减乘除 加减乘除 来 除比较麻烦 除我们先不要管它 除其实你可以想象它是用inverse 去做计算 就是它的反矩阵去做计算 然后 次方 OK 然后 我们还要另外加一个点 跟transpose 这两个东西 好 element-wise operation 跟transpose 好 加减乘 加减乘最简单 那a跟b a加b这个矩阵 这两个相加 就是它的第一个entry 跟第三个entry 1加3等于4 2加3等于5 3加3等于6 这样每一个去把它相加 那加减的运算就是这样 好 加减的运算就是这样 好 那 所以如果是a加b a加b这样的状况的话 a-b的状况 其实这两个是很类似的 大家都知道它的结果 好 那a乘以b呢 矩阵相乘 矩阵相乘 大家还记得吗 好 a跟b 如果是今天是a乘以b 矩阵相乘 它的第一个entry是什么 就是a的第一个row 乘以b的第一个column 所以1乘以3 加上2乘以2 加上3乘以1 所以是3加4加3等于10 第一个位置这边数字是10 那这边第二个 第二个entry数字是多少 来一样是第一个row 乘以第二个column 所以1 2 3乘以3 4 3 所以是3加上8 4乘以2 8加上3乘以3 9 数字是在这里 OK 所以每一个每一个entry 这样一个一个去做计算 这是矩阵它的乘法 矩阵的乘法 好 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看到我这边有一个乘 有一个点乘 点乘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a乘以b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做计算 我们说依照矩阵 它一般计算的方法 就是做计算 那点乘不是这样算 点乘的方法是 我的第一个entry 乘以第一个entry 然后a 点乘以b 这个 矩阵好吧 第一个entry 乘以第一个entry 就直接放在这里 第二个entry 乘以第二个entry 2乘以3等于6 直接放在这里 第三个entry 乘以第三个 就是相对应的entry 3乘以3等于9 就放在这里 OK 然后4乘以2 8 5乘以4 20 4乘以9 36 9乘以1 9 8乘以3 24 7乘以1等于7 所以a乘以b的点乘 它意思是这样 OK 好 那同学看一下 所以我知道乘 我知道点乘 那有没有点加 没有点加 因为加的定义本来就是这样 它就是element-wise calculation 它不是依照矩阵这种 rho 乘以colum rho 乘以colum的方式 所以没有点加 只有点乘 好 那除的地方的话 除的地方是 呃 我们来看一下 除的地方其实是用 呃 类似a a 去乘以b的inverse 类似像这样的方式 不是exactly那样的方式 但是 就是a 去除以b矩阵 其实就是把a 去乘以b的inverse 矩阵 做那样的运算 这 这不会完全相等 大概相等 大概相等 这样结果 OK 所以这是加减乘 乘除 那点除呢 点除一样就是 1去除以3 然后2去除以3 3去除以3 然后放在矩阵 它们里面每个地方 就是1除以3 2除以3 3除以3 放在矩阵每个地方 4去除以2 5去除以4 4去除以9 9去除以1 8去除以3 7去除以1 这就是a 点除b OK 所以我们这样讲过 就是 加 减 乘除 跟点 点是element operation 它的运算结果 就是这样子 运算结果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跟b 这些矩阵 他们加减乘除 的结果 比如说 a矩阵长的样子 b矩阵长的样子 然后a加b矩阵 就是 把每个entry 相对应的entry 1跟3相加 相加就等于4 结果就显示在 在这个地方 OK 好 那a乘以b a乘以b 是 a的每一个row 乘以b的每一个row 相乘以后 相乘以后 加总 加总 再把它储存到 某一个固定的位置 所以它数值都是这样 比较大的 那a 点乘b 它是 a的某一个位置 乘以b相对应同一个位置 然后再储存在 这个结果矩阵 相同的位置 上面 所以它的数值都是 稍微比较小的 所以这是 加乘跟点乘 它们 出来的结果 出来的结果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 矩阵跟时数的相加减 好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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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一个矩阵跟一个时数怎么相加 好 一个矩阵跟一个时数怎么相加 好 一个矩阵 然后我们来看 假设今天有一个小a 小a 这个时数等于2 那a加上 a 是什么意思 好 a加上a是什么意思 就是 大家对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把 每个entry上面 好 每个entry上面都加 加上2 好 所以 这边的意思是 我把 a的每个地方都加2 这个就是a 加上a 好 那a除以a就是把每个entry都除上2 那 点除a 好 因为a是一个时数 所以点除a跟除以a 结果是一样的 好 那a的a次方 a的a次方是什么意思 就是 a的2次方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现在我们的小a 小a它的数值是 这是2 对不对 所以a的a次方 就是a的2次方 a的2次方 其实是什么 等于a 等于a 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 所以a这个矩阵 乘以他自己 就是a矩阵的2次方 好 那a的点乘 a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a里面每一个entry 都把它取2次方 个别取2次方 好 所以这两个不相等 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你练习一下 你操作这个a矩阵跟b矩阵 它们的四维运出来 你就可以看出 它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 好 那我们讲最后一个transpose transpose 转置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照着对角线 转过来 好 就是说我今天有个矩阵 在这个地方 我照着对角线 然后这样把它翻过来 这样翻过来 会变成什么呢 比如说3跟2就会交换 3跟1就会交换 3跟9就会交换 那在对角线上面的地方 它是不动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b矩阵转置 我们看这个b矩阵 b矩阵长这个样子 b矩阵的prime 就是它transpose 就是把我们 3把它换到1这个位置 所以3跟1就交换了 ok 3把它换到2的位置 所以3跟2的交换 然后9把它换到3的位置 所以9跟3就交换 所以这是矩阵 它的四维运算 好 那这边24页有一个表格 留给大家去参考 那我们讲到矩阵 就会讲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矩阵 特殊矩阵 比如说我们会讲到i矩阵 identity matrix 什么是i矩阵 所以 一个2乘以2的i矩阵 长这个样子 对不起写错了 一个2乘以2的i矩阵 对角线是1 一个这叫i2 3乘以3的i矩阵 就是111 其他地方都是0 好 这叫identity matrix 叫i 这i看起来 有点confusing 对不对 就是他跟你的眼睛 其实没有关系 跟你眼睛没有关系 好 那0 matrix 就是里面全部都是0的matrix 比如说我如果要宣告一个 2乘以4的0 matrix 其实我用的方式0s 然后2 4 你就会得到像这样的一个matrix 好 那once matrix 就是里面全部都是1的matrix 那用的方法很类似 只是这里面是0 那这个once就变成1 好 那我们也有diagonal matrix diagonal matrix就是 你像diag 假设 我指定是2 3 4 他出来 他会给你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diagonal就是2 3 4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0 因为他叫对角线矩阵 所以就是对角线上面有直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直 这叫diagonal matrix 好 那我们快要到课程 接近尾声的地方 在这一页的slide 我们再多介绍一些有关 矩阵 它的一些function 那什么样的function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矩阵A在这里 那我想要知道 它里面哪一个entry它的大小是最大 哪一个entry大小是最小 那最大是多少 最小是多少 那这个矩阵它是几乘几的矩阵 这矩阵 我想要让它每一个row 依照大小重新排列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以下 这一些function 以下这些function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个方言叫max 那max 那max顾名词 意思是说我要去找到这个矩阵中 哪一个entry它是最大 应该说找到最大它是多少 找到它最大是多少 ok 所以如果我下这个指令 max A 它给我的数字其实并不是 比如说123056709 哪一个最大 它给我的是每一个column 每一个column最大的是多少 那我们看第一个column 107 最大的是7 对不对 第二个column 最大的是5 第三个column 最大的是9 好 它给我是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像这种 这类型的function 其实它是column wise operation 也就是它每一次 这个operation 它是依照整个column 去做运算的 那你或许会问说 那这样我如果要知道 这9个数字 哪一个数字是最大 最大那个是多少 那要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我们在maxA 外面再摆一层max 像这样的操作 那等于759 它的max是多少 那这时候就会算出9 ok 所以我们到mainlab 来测试一次 我们把这个A矩阵 输入到mainlab 123056709 好 那我们来看maxA 我先看A A这个矩阵 A这个矩阵长这个样子 我们如果每一个column 的最大值是多少 想要知道的话 我就打maxA 它就会把759 这三个数字 给列出来 那如果要知道 这9个数值 这个3乘以3的矩阵 9个数值 最大是多少 我就打maxmaxA 就会得到9 这个数 好 这个就是 max它的用法 那minimum用的法 m i 顾名思义 也就是说 我要找到最小那个数值 它的用法也是跟max一样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 minimumA 好 minimumA 好 看看它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 那再来sum sum是每一个column它的加总 比如说你下sumA这个指令 它会给你的是1加0加7的数字 2加5加0这个数字 3加6加9这个数字 这就是sumA 那全部的加总呢 那当然就是sumA ok 那min也是一样 min就是整个column的平均 好 那9个数字的平均就是mim mimA ok 好 所以这是基本上 左边 左边这些function 它做的是 我去寻找每个数值 这个就是说 这个矩阵它每个entry 这些entry 它的property 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 它的加总是多少 那右边 右边这边的function 又不太一样 好 我们先看sort 跟sort rows 所谓sort 它做的事情是去做排序 做排序 什么东西的排序呢 每一个row 就每一个column 它大小的排序 每一个column 大小排序 比如说我下一个指令 sort a 我下一个指令 好 那我会针对第一个column 大小 从小排到大的排序 所以sort a 这个指令 它会给我一个matrix 它的数值结果 计算结果是一个matrix 这个第一个column 在这matrix 第一column 是017 因为我要从小排到大 对不对 好 第二个column 它的排序 025 从小排到大 第三个column 它的排序 369 从小排到大 好 这是sort a 所以sort a也是一样 每个column 它独立的运作 好 那 我如果要 把所有的row 好 绑在一起 也就是说 假设我这123 啊 这整个row 我要这样移动 移到这下面来 056 掉到上面 123 掉到下面 这时候我就要用这个指令 叫sort rows so rows so rows so rows 是怎么样运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so rows 它运作的方式是 我 如果今天要 依照 依照 第一个column 做排序 第一个column 做排序 是不是这个0跟1 要交换 对不对 所以这个056 跟123 这两个row 要上下 交换 好 那709 因为这个7 是 7是最大的 所以709 还是在下面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下sort rows a这个指令 所以它123 会变第二个row 123 在这边 056 是第一个row 056 会在这里 709 这个row 会在这里 好 这是sort a 跟sort rows a 它不同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matlab里面 执行的情况 好 所以 我再 显示一下 a这整个matrix 长这个样子 那sort a 它是column 它是column wise operation 所以 我们来看看 107 107 107 就变成017 好 然后250 就变成025 369 369 还是369 这时候row跟row之间 它没有绑在一起 它是column 就是column 就是column 是独立的 但是如果我打sort rows a 的时候 它这个 123 这整个 123 这整个row 会被排到第二个 056 这个row 会被排到第一个 所以它sort 排序 它会有 不一样的 结果 所以 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再来看size a 跟length a 是什么 所谓的size 就是看 这个matrix 它的dimension 每一个dimension 长度是多大 也就是说 如果像a 这个a的矩阵 它是一个3乘以3的矩阵 它有三个row 三个column 对不对 那我下这个指令 size a 它的结果就是3 3 三个row 三个column 好 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matlab执行的状况 它会是3 3 这样的结果 好 那 length 是做什么的 length 这个指令是用来测一个vector 它的长度 也就是说我们在测size的时候 size这个指令是指matrix 每一个dimension 它长度是多少 那matrix 都是有两个以上dimension 所以就像一个 一个矩形一样 它的长跟宽是多少 那length呢 length是指vector vector的话 它本身就只有一个dimension 所以它就只有长度 所以叫length ok 那 另外最后介绍一个find find find是找什么 find是找去说 我要找这个矩阵里面 某一个entry 它数字等于 假设 在这里面 等于5的数字是多少 等于5的数字是多少 我就打find a等于5 等于5的数字是多少 ok 那这时候 他会给我一个结果 他给我是第几个位置等于5 那我们第1个位置在这里 2在这里 3在这里 4在这里 5在这里 所以第5个结果 它的数字会等于5 第5个结果 它的数字会等于5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 譬如说 我们看看a这个 矩阵 我要找find a等于等于5 它给我的结果是 a等于5是第5个位置 那a等于等于6呢 出来是第8个位置 这个6在第8个位置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MayLab 课程的内容 那非常 谢谢各位的聆听 也希望这个 课程能够对各位学习MayLab 有所帮助 那就这样 谢谢 拜拜